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一些人偷懒 有些人该分享没有分享 大家要敢敢的分享 为什么要你分享 实际上当你讲出来的时候 那些信息和你相应 你就再次的得到一些加持 同时通过你们的分享 增加同修的信心 因为不同人见到的不同东西 它都是一些碎片 如果大家在分享的过程中 把自己的所见 提到于身 提到于心的东西 分享出来 那么就完成帮助每一个人 把这个智力破碎的东西 最后拼成一个完整的图片 就可以展现出整个的修炼之旅的所得 大家要重视就是 虽然你见到的这个都是碎片 或者是提到于身 提到于心的一些感应 都是一些部分 但是实际上你整个的修炼之旅的所得 是全部的 是一个完整的 只是说你的心当时朝向哪个面下 也就是说你在往前看的时候 身后的东西也在 但是你没有看到 不是说它不在 有些是说我什么也没关到 我什么也没感觉到 那是不是我就是这次就白去了 那不是 是因为你的心还没有像镜子一样的明 当你的心能够像镜子一样的明起来的时候 明了心了 那么你才能够观的清楚 观的明白 如果是你达到了一个虚空障的一个水平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无以遗漏的观 那就是整个的全体是怎么回事 那你就可以观得到 否则你的心就像一个镜子 你照向什么地方 你照向什么地方 你只见到什么 不同的面向 所以我们的心是个求行的 它是个慕尼宝珠 那么在这个珠子的前后左右 都同步在展现的东西 那大修行人他是这个珠子 他是跳出去了 从虚空往回看 一般人是要从心里往外看 因为到大修行明星见性以后 空性了 无我了 这个 然后就没有自己了 没有自己 你就是虚空了 那什么东西可以逃过虚空呢 有没有东西可以逃过虚空啊 没有 说孙悟空再厉害 他逃不过这个如来佛的什么 手掌心就这个道理 因为佛是什么 进虚空变法界的大虚空了 你孙猴子再怎么跳起 能跳出这个虚空去吗 所以是大家要好好修 往这个地方去修 那这个修炼之旅为什么这么重要 实际上就是 这一生你要干什么 你先要明白 那你这一生要干什么 所以大家呢 这个 有的是新来的 有的是老学眼 但是我发现最近开始呢 时空场开始启动以后 很多新来的 它的这个根性很好 这个老的呢 学成皮子了 什么叫皮子 就是这个懒惰了 觉得不珍惜了 这个就学的这个老油条了 这个不好玩 那新来的 人家在外面找了二三十年 到了我们这个道场以后 发现 哎哟 找了一辈子的东西 原来都堆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们很珍惜很惊见 所以是无论新来的 无论这个老学眼 你们要从根本上去修 就是这个根本是什么 你要问自己 我这一辈子 我要干什么 一定要好好问自己 问到自己清醒明白的指导答案 那我们大家这一辈子来干什么 你们受的时速教育 是让你们成为什么 有名的人 成为有钱的人 有社会地位的人 但是这些是不是究竟的所得 那他的不究竟在于 这些都是幻想幻觉 为什么 当你死的时候 那你这一生经历的所有的东西 都像一场大梦一样 你梦里中了几百万 梦里你当了皇帝 梦里你拥有了一切 当梦醒十分 你这一切都是幻 叫梦幻泡影 那么我们只不过是 明白人 修炼好的人 他是先醒了 就是别人都在做梦 我先醒来的 众人结罪我独醒 醒了个什么道理呢 就是这辈子 我如果只是追求这些东西 那么这终究是一场大梦 最后我什么都没得到 白来了 你做梦赚到了钱 做梦得到的社会地位 醒了是没有的 你什么时间终究要醒一次呢 死的时候 我们死的时候 当灵从躯壳中脱体的时候 你一定会醒一次的 到这个时候醒来的时候 知道这一生属于肉体的东西 属于张补生这个肉体 这个名字的东西 当你死了以后 就一切结束了 因为你的灵不死 下一辈子他不叫张补生 说是张补生 标注在张补生名下的东西 一切都是灰飞烟灭了 不再存在了 因为你死掉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到这个结果 有些人觉得我还年轻啊 我还很健康啊 我想不到那么一个问题啊 这个古人说的好 自古孤坟多少年 什么意思啊 你是少年你是青年 你觉得你不会死 不是啊 孤坟是没有人拜的坟啊 他没有结婚 他没有生儿育女 他就死了 他死了 他父母也死了 所以这个就成孤坟了 就是没有人去陪伴 没有人去祭奠的 就变成孤魂野鬼了 他为什么呢 他就是觉得他还年轻啊 所以你们知道咱们新加坡 前不久一个 一个军人 很年轻 也走了 那你活到现在不容易 所以再活下去 你要追求个什么东西 我们的一个师兄的 这个岳父 今天这个凌晨也走了 那尔文的岳父也走了 这个清明节 大家还见到他来 坐着轮椅来参加法会 所以大家要知道生死啊 生死只在呼吸间啊 这是人终究是要死的 你不会不死的 那这个我们这个 在这个南传佛法里面 它有个念死的法门 念死的法门就是 我今天大会老师讲完课 我可能出去 就摔死了 一不小心就会死的 那么我在当下干什么 我死的当下我在干什么 我才还想着赚几百亿 我还是想着出什么名 我还是想没有 他就是念死就是 我随时都可以死的 搞不好我们待会地震 这个楼塌下来我们都死了 但是在死的当下 你在干什么 说念死法门就是要求我们 在任何的时候 都回到自己的心中去 不是在外面追求什么的 而是看看自己的心的当下 是否在空性 明性 觉性 这个里面 如果我们在空性明性觉性的 这个明心的当下死了 你解脱了 虽然你的肉体没有解脱 你的这个命功没有解脱 但是你的性解脱了 你可以生死自在的 回到法界 回到本尊的这个净土里面去的 所以说我们念死法门 就是告诉大家 这个死是在当下的 不是说明天死明天死 我几十岁死 不是当下我就死了 我活着 但是我做一个活死人 什么叫活死人 就是你活着 你是死人 那你有这个习惯的时候 你不怕死了 为什么 你因为已经死了 你已经死了 随时都在死着 正是因为你念死 你不是活着的 说是你对这个世间的东西的追求 不再追求 而是时时刻刻在检讨自己 我是否在自己的明 觉 空 这样的一个力量中 在一个境界中 来应对这个尘世间的每一件事 记住你不是真死人 你是活死人 所以活死人必须面对这个事件 你的工作要做好 你有病要去治病 你所有的东西 那么都要去面对 你要做父亲 你要做一个经理人 你要做一个母亲 你要做儿女 所有的东西你都必须去这样去面对的 好 必须去面对的 所以不是不面对的 死人就不用面对了 肉可真死了不用面对 活死人是要去面对的 这是明心的一个境界 但是光明心行不行不行 还要见性 见性你才能够心造万法 所以见性 我们在功夫界是什么呢 就是要见到自己的那个真佛 叫清见如来 清见如来 那么见性有两种见性 一种是只是知道自己有佛性 空明觉 一片光 这个时候 你还只是见到了一个佛性 没有见性体 你要清见如来 清见如来 你还要见到自己的那个活泼泼 有生命力的佛体 那这个佛体 其初是什么 一团光 就是松散的明光把它凝聚起来 变成活泼泼圆 妥妥光阻阻光而不要的 一妥一妥的光 这个是见性光 第一个见性明 你还没有真正把它凝聚起来放光 然后第三个是什么 要见性体 见性体是什么 要见到自己那个不死的自行佛 今见如来 如来无相 是前面的这个过程 感到后面的无相无不相的时候 它是有相的 这种相是肉眼不可见的 但是它真是存在的 所以这是见性 一定要见到自己的 亲见如来 亲见如来以后 还要见到他在做什么 这就是什么 修命功的这个部分 也就是作为肉体 你做了一个模型 你要做一个佛像 你非得有个模具 这个模具塑造了什么样子 把铜金银灌住进去 然后翻出来的个佛像 就长什么样了 所以实际上你为什么 反复强调我们人生难得 是因为你天生父母给了你一个很好的模具 这就是你的肉体 你用这个肉体 这个模型 这一生有希望塑造一个真正的金佛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见性的深层次的这个部分 所以当时五祖跟六祖讲 六祖悟到了 菩提本飞树 明镜一飞台 本来一物一物 何处惹尘埃 他以为他明星见性了 结果五祖跟六祖说 此一位见性也 这句话很重要 这句话一直以来被误会了上千年 从唐朝到现在 一直不被误会着 说什么 哎呀 他五祖怕人害他 故意的这样说 这把一个祖师 真言宗的祖师 就变成一个烂说话的老头了 你就亵渎祖师了 你不知道这个见性 里面有见一个性光点 性光团 要亲见乳来见性光体 它是要有次第的 是我的第一个禅宗师傅 吕少侠爱恩师 他就跟我讲 他说 那这个六祖得了法 在五祖得法以后 他这个天下这么多众生在受苦 他为什么不马上去传法 我说那不是说人家要杀他吗 你看我们这个大学生学佛 问题多多 十次人学佛 问题多多 都用人心在学佛 师傅就笑 他说 他为什么要在山里面练十二年呢 那我说不是练十二年 是躲了十二年 不是 躲了十二年 人家不杀他了 要杀他那些人都不杀他了 你们就是这样用大脑学佛的 因为我也是这样的 用人心在学佛 用人的左思右想前思后想 或者是根据一些 世间的一些传说来学佛 你没有真正的懂其中的意思 李恩师说不是 性功 性功是命功 这个不是你们理解的那个性命双修的性 就是在性这个部分 你们理解的性命双修的性是心性的性 心性这个部分 明心这个部分 那么在这个性 真正有性体诞生 命体里面 以你的模型 再塑造一个你是金佛 他不是实塑的人的身体 他已经是你的一模一样 但是他已经是佛体了 他里面已经充满了 填充了 无量的光了 已经用这个光 造了他的整个的身体 就像一个气球 有了个壳 我冲了气了 他就成型了 不冲气 把气一泄 他就塌了 变成一堆皮了 这是性功 这是真正亲见如来 这波法在哪里 当时李恩师说 你呢 将来还会遇到师父 因为我当时在大学里面 我说我不要上学了 我要跟着师父 原来他给我中脉贯通了 半个小时用掌力 什么叫贯顶 所以那个时候我头顶就有一个洞 为什么 是他干的好事 他用他的掌力 我那个时候才十八岁 那个时候还属于同真体 然后这个 他很容易把这个中脉贯通 他说我们师徒的缘就这样 然后那将来你会遇到很多师父 有些师父会教你这个部分的 那你要去学习 并且要救佛教 那么还要学科学 用科学知识 然后加上古圣先贤的 真的功夫 来让释迦牟尼的佛法广大 这一回忆这都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 今天是感慨万分 那这个告诉大家 佛法不是你们这样玩的 不是你们这样的 倾听点水式的修行的 所以是六祖这样的慧根 他都要去苦修十二年 得到法了 得到技术翘诀了 然后在山中练了十二年 然后他的金佛成就了 他的自信佛成就了 就不会再变成凡夫了 然后再出来传道 才是真祖师 不是说学了一点就出去脉拢 这是大家要知道 任何一个大成就者 从释迦牟尼到今天 不是只有释迦牟尼成就了 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 他交到徒弟中间 成阿劳汉成菩萨的果位的 在他活着的时候 和那些人活着的时候 就已经成就了 怎么可能说只有释迦牟尼 一个人成就了 从连师传古异派佛法到今天 成就红光身 红化身的这些大成就者 现在据不完全统计 有十万人之中 所以大家为什么要有信心 有的人说 哎呀我们只能等 弥勒菩萨再来了 不是这样的 是你要维护释迦牟尼的佛法 还有七千年 你要做栋梁 你要做一个真正成就者 你才能做栋梁 什么叫栋梁 那根柱子 把这个大厦顶起来的 那根柱子 如果一个成就者没有 这释迦牟尼的佛法 是撑不下七千年的 这是怎么才能够真成就 这些佛法 今天到底存在什么地方 释迦牟尼说 依法不依人 不是通过人去寻找 要去找到那个法 实际上这些法 都在你们的心里面 为什么很多人 到了这个尼泊尔以后 有回家的感觉 这些东西都没有丢失 都在你的心里面 藏着呢 你这生生世世的寻找 实际上不用到处去找 找到自己的内心 打开自己的心电 然后这个藏经格 都藏在你的心中 这叫义福藏 通过你打开自己的先天意 你五十节 生死轮回中 学到的东西 都在你的第八 阿雷耶使里面的 这个大仓库里面 所以大家要知道 求什么佛法 你只求一个念经 念一生佛号的佛法 只是天天拿着经 在那念的佛法 这是不是佛法呢 这是佛法 因为你念的 释迦牟尼的东西 你不能说不是佛法 但是这个叫不了义佛法 什么叫不了义 就是你不能成佛的佛法 只能熏悉你 不丢失你佛教的这个信念 或成佛的信念 只能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它不能让你真正成佛 真正成佛的叫了义佛法 了义佛法就是什么 你学到了这一辈子成佛 了了 了生死了 究竟意义上就是出六道轮回 不再生死轮回 这叫了义 让你做好人 说好话 存好心 做好事 这不叫了义佛法 这就是天道的种子 这是因为你太饿了 让你积累一点福报 积累一点福德 是这样的佛法 它不是究竟了义佛法 究竟了义佛法就是什么 你找到了以后 准备着这一辈子成佛 这就是究竟了义佛法 所以佛陀在年盘的时候 特别交代他的后世 一教弟子 要寻名师 求了义佛法 这个名师不见的是一个 你可以遍求 就是哪里听说有在叫了义佛法的 你就去求 这个我在传法中一个最大的障碍 不是说大家不想成佛 是大家都有师父了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这个封建毒根 这个毒刺 在你的心中 扎下了一个很深的根 这不是释迦牟尼教的 这不是圣贤教的 这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怕你跑了 弄个套把你套着的东西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没错 老师都要恭敬 就像父亲一样的那样恭敬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没有说 一辈子我只有一个老师 那你就跟小学老师学到现在了 你跟幼儿园老师学到现在了 一个世间法 你都要遍寻名师 不停地升级自己 怎么一个出世间法 你就糊涂了 你笨了 你蠢了 你跟一个人就可以称佛 谁跟你们这么讲的 所以释迦牟尼说 这个依法不以人 今天答应 我的师父是谁 我的师父 你这是迷信 你这是封建毒素 你跟了一个皇帝中军 我下次人家明朝 已经推翻了前朝 我不认这个明朝 我还在那跟着前朝 这叫守旧 这叫顽固不化 这叫大逆不道 道运天运 已经变了朝代了 你要顺着朝代走 顺着时空走 释迦牟尼怎么教我们的 法门无量 试验学 这法门无量试验学 一个师父会无量法门吗 会 你要找到这个成佛的师父 他是无量佛了 他是无量光了 他正通了 这个可能 但是你一辈子 能不能遇到这个师父呢 未必 所以我的几个上师 熊春景教授 一辈子跟很多师父学过 满意上师呢 在藏地里面 也见过一百多个活佛 受灌顶 侵传的 有二三十个上师 所有的师父 只不过是我们的友伴 就像文书友 文书菩萨 他都是大菩萨了 还叫文书友 什么意思 他是我们的师兄 因为只有释迦牟尼 才是我们的师父 从佛教这个角度来讲 释迦牟尼 是我们的本师 就是一棵树 有一个根 有一个干 干为本 所以我们学的是 释迦牟尼佛的佛法 不是张卜生的佛法 不是某某上师的佛法 不是某某山头的佛法 所以这次 我们在尼泊尔最大的收获 是要归宗认主 认住根本 我们的根本的师父 只有一个释迦牟尼 我们修秘法 只有一个根本上师 有的人说 你看某某某是我的上师 说是我们天年念 归于上师归于佛 归于法归于僧 归于上师归于佛 归于法归于僧 那么张卜生是我的上师 我就只能认张卜生 我就不能再认其他的上师 我说你错了 这是你的上师 别有用心 世界当你念 归于上师的时候 是归于根本上师 莲花生大师 它是我们密法 八宗 共同的根本上师 所以你念根本上师 归于上师的时候 不是归于张卜生的 你不能归于一个活着的人 你不能归于一个活着的人 他只是给你做归于的 那个帮助你去归于 金刚上师 金刚洒徒 归于根本上师 莲花生大师 但那个 入党介绍人 你们知道你要入个党 要有一个介绍人 他就是那个介绍人 他就是帮你做这个仪式的那个人 你不是归于他了 你不是听他的 因为他跟我们的中学老师 小学老师一样 他是我的入门介绍人 帮助人 引领我的 所以我尊敬他 我像父亲一样的去尊敬他 去爱护他 是这个道理 你不可以归于一个人 所以大家要知道 今天我们在整个佛法界 封建残余的流毒 西藏的活佛制度中 很多是乌七八糟的东西 什么东西 奴奴制的东西 因为西藏没有经过封建时代 什么意思 他就是在中国解放西藏的之前 他一直是属于奴隶制时代 你们学过历史 有奴隶制 封建制 奴隶制是什么 奴隶制就是说你是我的奴隶 然后你生的孩子也是我的奴隶 你的老婆也是我的奴隶 你这一家人永远就是我的奴隶 这是叫农农制 西藏原来实行的正体是农农制 并且是正教合一的农农制 就是班禅打来有很多的奴隶 他要杀谁都可以 他要把谁的腿敲下来做那个号都可以 他要把哪个少女的皮剥下来做骨都可以 这是一个农农制的时代 是落伍于今天时代的一个时代 所以你们跟西藏的很多所谓的活佛 在学习千万要注意 他们是别有用心的 要把你做成他的奴隶 赚钱的工具 养活他的工具 而不是想让你成佛的 因为他骨子里他有这个东西 他没有经过时代的改革 没有真正的重视人权 重视众生都是佛 释迦牟尼当时打破的东西 他们现在在维护着 释迦牟尼当时在印度的时候 他是要打破种族的界限的 打破什么是尊贵人 什么是不尊贵人 所以他告诉妓女比你们成佛都容易 那个街上捡垃圾的乞丐 比你们成佛都容易 所以大家要知道 你要震撼在这个地方 你是要成佛 你还是要找个爹养着 还是要找个奴隶主来支配着你 迷信的东西 个人崇拜的东西 在我们佛法界污染着 糟蹋着纯净的佛法 释迦牟尼讲究众生兵的 我们对我们 当我们皈依 做私皈依的上师 我们是一种恭敬心 像父亲 父亲他是生我肉身的 师父是帮我领进门的 我恭敬有什么不对 要恭敬 但是不是说这个人说什么 他都是对的 你一个人 他有一个人的身体在 他就有人的情思 有人的欲望 你分不清他什么时间是人 什么时间是佛 甚至很多他根本就 连佛的边他都没沾的 只是披着佛的 披着羊皮的狼 像他特别的多 只是满足自己个人私欲的膨胀 以佛法为旗号 打着佛法的旗号的 父佛谋鬼 所以我们听起言要观起行 好的上师都让你们知足常乐 不要对今生的地位 今生的钱财 今生的欲望过分地追求 这是好的上师 让你更多的时间来修法 修炼 使更多的金钱为修炼去服务 是这样的好上师 因为他心疼你 你堕落了好多年 堕落了好多事 你这一世好不容易 真的遇到明事 真的遇到明白的佛法了 真的遇到了一生成就的佛法了 说你不要再浪费这一辈子 你没钱没钱 你找我 我们有个大家庭联盟 我们可以找人捐钱让你修道 找你捐钱上喜马拉雅山去 你没钱 你真要修 你真发了菩提心 你真发了出离心 你真要度众生 那师父就巴不得你赶快的成就 例如说你去赚钱吧 你赚了钱 钱够了再去喜马拉雅山 你钱够了再来找我修炼 不是这样的 问题是你发了菩提心了没有 问题是你的出离心生气 你自己贪 有钱不肯花 有钱去买房子 有钱去买金银首饰 有钱去吃大餐 没钱修炼 这种人你骗师父骗不了 师父一定要你花钱去的 所以大家要分清楚现实 我们有些学员过去是 因为罗汉托空婆 几会不给福 这辈子生活的不咋地 但是他慧根很利 你们要赞助这种人 他就差了一点福德嘛 他慧根很利 他是罗汉托空婆那种型的 你把他的福报给他填满了 他成佛 附会两祖尊 他这辈子就成佛了 他成佛有啥好处 你是大功德主啊 你这功德圆满了 功德圆满你也成了 虽然我们的动机不要这样 而是要看一个人真出离了 真发菩提心了 真在践行着佛法 见是实践 不是糟蹋 是真在实践着佛法 那么这种人 我们帮 不是说非得要你有钱才能去的 连机票都可以找人捐给你 希望你珍惜这一辈子去成佛 所以今天借着宁波尔修炼之旅 也把这个话递给大家 你们不要过分地在钱财上去积累 不要过分地在社会地位上去追求 我当年修炼的时候也是这样 熊老师跟我说了好几次 说你要传法了 我说师父 No 师父说为什么 等我赚到几千万几百万的时候 我就可以盖一个大厦 然后免费地让那些人来学法 师父摇摇头 然后几次让我出来 说教学了 要教学了 你学了一肚子东西 这一辈子 你的任务也是这个样子 他说你肚子那么大 音箱又好 自带音箱的 你看 没话筒也是可以远传很远的 声音又好 他老说他自己是破公鸭嗓子 破罗嗓子 他说你那个声音一说出来 震撼人天 你赶紧出来讲吧 他老跟我开玩笑 我说没钱不干 等我有钱了 等我有很多很多钱了 我就什么都不干了 我就盖个大庙 盖个道场 然后大家来免费的 听我上课 所以大家知道这是魔鬼 这是错误的 你以为你用很多钱 你就能哄法 你用很多钱的时候 你的福报到顶了 你死得比谁都快 人这一辈子 你该有多少钱 是一个定数 聪明人是老是不够 什么意思 我一辈子应该有一千万 好了 我就不让他打到一千万 说我死不了 为什么 怎么可以打不到一千万 我赚到几百万的时候 剩的我赶紧捐了 我让他连 我一千万 我连五百万 我都不让他有 为什么 我到快到五百 拿一百万捐了 就剩四百万了 我又死不了了 聪明人是这个样子 你这辈子是有多少钱 是个定数 到那你一定会死的 你不信试试 你说我这辈子 该有一千万 该有一个亿 我实际上赚到了 你就死了 多少演员 死得那么早 二三十岁 三十岁就死了 名气超过他的 这一辈子的名了 钱超过了这一辈子 应该有的钱了 他又不舍 他又不去服务大众 所以他脑子存存存 存到了 死了 因为超边了 这辈子 俘虏是一个定数 为什么让大家 把钱拿去修炼 拿去捐给老人院 拿去赞助这些佛教事业 去拍片子 去教育更多人 那你的钱老是不够 老是不到那个树 你死不了 这是窍诀 这是长寿佛的窍诀 没有像你们这样 攒到一个树 你想捐的时候没机会死了 死了你捐不了 钱都是你儿孙去拜见了 反倒他们坐监业里了 因为不是他们的钱 他烂花 不欠债了吗 儿孙的钱是儿孙的 不是儿孙的 你给他了 你给他了 他不欠债了 那不是他挣的 你们只能 这个圣贤都告诉 你们只能用你们赚来的钱 什么意思 你是某某某张补生的儿子 张补生给了你一千万 这是你赚来的钱 这是天上掉仙饼掉下来的 这个钱赶赶不能用 赶赶去捐了 赶赶替父母 替祖先做功德了 剩下的钱我自己赚 我凭我的劳动 凭我的智慧 我赚来钱我再存 再积累财富 现在的人好吗 老子不死还咒着他死 去看看死了没 死了赶紧给他办丧事 那遗产是我的吗 分到我的名下了 大家要知道 很恶心现在人 你的心里的那种因的东西 你要把它驱散出来 说一日为世 终生为父 不要把它当成金骨粥 这个法门无量试验学 大家要不停地去参访 那我们为什么要从新加坡走出去 到世界各地去 我们就是学习 学什么呢 这种无实质 这种无实质来自哪里 当你的心静 空明觉 三立 拥有的时候 你进了十家殿 进了十家祖位 十家母尼 做的等身精妙 那么 你看到的那些东西 你当下就明了 他表什么法的 这个时候凭什么你就知道了 有个人告诉你的 他不叫张不生 你不用瞪眼看我 他叫十家母尼 因为你在 这个十家母尼的等身精妙里 没有你自己了 你全身心的都是十家母尼了 结果是那个妙里 是十家母尼留下来 要告诉你的秘密 你的心是虚空 十家母尼的心是虚空 虚空对虚空 然后十家母尼的心音 又通过这些东西 这些金刚杵 金刚灵 这些庙里的塑像 他就要通过这个 为什么他留下来 他的后人给他留下来 他就要通过这个 告诉我十家母尼 当年是怎么修成佛的 我是怎么误导 误导了什么 所以我们最近在 左班子拍这个 纪录片 拍成 十家母尼有话要说 十家母尼怎么告诉我们的 你如果到了空性 没有自己的时候 你见到十家母尼的像 见到他留在他的出生地 留在他的这个传法地的尼泊尔 这些古庙 这些古物 这些都是十家母尼的义 义就是心音 你去了就可以以心应心 叫外别传 不理文字 你们天天去找文字学佛 错了 真正一生成佛的佛法在这儿 叫以心应心 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 不理文字 十家母尼的古庙 你去了有文字吗 有文字 你盯着文字看 你就是被人误导了 没有文字 不理文字 教外别传 你信宗教有好处吗 有 只是可以让你不做一个坏人 因为你怕多地狱 但是你要 诸可不做众善奉行 自尽其义 是诸佛之教的教育 心应传教 是教育 不是宗教 释迦牟尼创宗教了吗 你在诽谤释迦牟尼 释迦牟尼没创宗教 所以你们见到的宗教仪轨 宗经怎么送 超度怎么做 这些都不是释迦牟尼教的 因为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 没有这些经 没有这些经 他拿什么仪轨来做 地藏本院经 拿来做仪轨 大背颤 拿来做仪轨 梁王宝颤 拿来做仪轨 没有的 哪里有这个东西啊 没有经嘛 释迦牟尼是 涟盘了之后 弟子们为了防止 释迦牟尼的教化 不能够完整的流传后事 而被 歪水河上都传歪了 所以他们 五百大阿罗汉 发心集结经典 这才把释迦牟尼的 活着的时候 讲的经 通过欧难的嘴 这个 把他送出来 然后经过那些大阿罗汉认可 对 释迦牟尼就是这个 但是欧难 你刚才讲的时候 漏了一句 应该把那句要加上去 我听当时有这么一句话 说这样反复的 五百个人在一起集结 靠自己的这个回忆 五百个人 拿各自的碎片 把释迦牟尼讲的 般若经 阿弥陀经 地藏菩萨本愿经 拼成一个完整的经典 说这个 欧难也不敢讲 是他自己讲的 说如是我闻 就是事实 我是这样听到的 我听到的是事实 事实 真底 不是我的 释迦牟尼就是这样讲的 说你们现在整天捧这个经 能成佛吗 你整天参加一些法会 仪轨能成佛吗 你省省心吧 这都不是成佛之路 这是使你这辈子不至于忘是佛 不至于忘了佛 所以你们就是没有忘佛 但是更多的时间 你们没有忘那个马尼 没有忘钱 你们记得牢牢的是那个钱 是那个马尼 是你们要的社会地位 是人家对你的吹捧 是这个 你更多的时候 是把佛忘了 什么人才不可以忘佛 你把佛入了心了 心里有佛 你就不可能忘佛 怎么样才能做到心里有佛 你没有自己 你就是佛 你才可以做到 二十四个小时 不忘佛 叫念佛 意佛 念 就是念念不忘 意是意念 念念不忘 念佛 意佛 当下 即佛 这是释迦牟尼的真正的教话 所以大家今天学佛的人 多少学错了 为什么一生不能成佛 没有一个佛陀 说二十四个小时 只拿了十分钟 半个小时在念佛 剩下的二十三个小时 都在念前 他成佛的 你听说了吗 所有的成佛者 都是念念不忘佛 然后去用自己的身口意 念佛的身口意 展示佛的身口意 最后 他用了多少年的时间成就了 所以大家要省省心 你们要转转念 虽然待会儿要传你们一个自信佛的法 但是你们先要转转念 就是你的出力心生起了没有 你的菩提心生起了没有 你的大悲愿心 愿为度入母众生 我愿成佛 这个大悲心生起了没有 没有生起你学什么法没用 真的没用 学法多了无意 所以为什么要讲经说法 前面一定要讲一点经文 讲一点经文再来说法 是因为要觉醒你的佛心 觉醒你的真心 让你明那个心 见那个心 不在二十四个小时都念着 马哪马哪马哪想成佛 你怎么可能 那你最后是马哪王 对不对 你是大财主 你是 你天天念钱 有些人为什么会成为富豪 天天念钱念的结果 你们为什么天天念钱钱不来 念不住他 为什么 一会儿念钱 一会儿打妄想 你二十四个小时都念钱 你也成富豪了 你念不住 怎么念不住 我前两天跟一个我的学生在交流的时候 他就是 有一天 他每天买他的门牌号 就那一天没买 为什么没买呢 他这个因为生气了 因为跟经理 这个说他什么什么事 然后他生气了 结果气得不得了 结果就忘了买那个门牌号了 结果就那一天就中了一灯甲 我说是能中多少钱 他说四万块 我说 哎呀 你这个气好贵 你念钱都念不住 你念个门牌号你都念不住 所以你发达不了就在这个地方 你那个心啊 被贪嗔痴一慢 你的那个我慢 你那个诚恨心 你那个疑心一起 你忘了 说说哎呀 我都买了几年了 我这门牌号也不中一个 今天不买 你不买 他就不中 怀疑 我都几年了都没有成佛 几年了都没有中奖 我今天不买了 不买就那天就开 念不住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 一念心 念念心 你转一下 转一下 就是我既是佛 我既是佛 我既是佛 佛既是我 我既是佛 佛既是佛 我既是佛 那你是佛了 你出门 你总得走路 也得装个佛样子吧 不要屁颠屁颠的鸡毛钉啊 对不对 你说话 你总要 人话不说 你要说佛话了 佛的口啊 你动念头 你天天念着你是佛 你动念头 你也得动到佛的意念啊 佛的意念是什么 众生太苦 我要救度他们 我要普度众生啊 地狱不空 我士不成佛啊 佛菩萨都是这个念头啊 像啊 装也要装啊 所以大家要求法之前 先调心 先调狂心 今天老师这个法可不得了 自信佛法呀 这个错了 你觉得法珍贵 不是的 是心珍贵 你那个心田要准备好 你把心田准备好了 师父点种 种出来的 就是佛果 你的心田不准备好 老师点的种子下去 烂掉了 所以是心地法门 你要先调调自己的心 调什么心 又来了 出离心 菩提心 大悲心 菩提为因 大悲为根 才有方便为究竟 你们现在是方便为因 方便为因 就是 哎呀 我现在是这个 做凡夫 我就做凡夫 我怎么地做凡夫都行 我忘了念佛了 这方便为因 所以是 你就永远不能成佛 你颠倒了 方便是在最后 是因为要度众生 我要用各种各样的 窍诀 技巧 缘分 不同 我用不同的缘去度 不同的众生 这叫方便 为究竟 前面是一定是 菩提 是种子 大悲是水 没有水 种子是不能够 开发结果的 所以是大家这个 要求法之前 先修新地 先修新地 那么新地好了 所以说我们这次去尼泊尔 我们称之为圣鹰之旅 新地好了 你的这个 新地对应着我们的 就是黄庭 就是你的心和意 后天意和先天意 我们这个意为念头 为作用 后天意 是你作为一个人 从出生到现在 受到这个知识的教育 环境的影响 形成着这个意念 它包含着前五十 第六意识 第七意识 第八意识 这个都是后天意 第八意识里面是你过去 生染污的后天意 它不是今生的 它有过去生的 但是第八意识 今生的也存在那 你从小到大的都存在那 所以这都属于后天意 这叫实神 实神就是你的认识 你的知见 你这一辈子积累的知见 这行对 那行不对 应该这样 不应该那样 这都是你的知见 修行人 要远离善恶的二分法 没有固定不变的知见 这样才能够真实地成佛 叫超越善 超越恶 的超越法 在这个基础上 你才能究竟地去成佛 所以这是后天实神的一个进化 后天实神 往往是在你的心里面 就是你的肉团心里产生的善恶的念头 这个心实跑到了大脑中 形成了念头 大脑是个电脑屏幕 是个电影屏幕 你放什么波道 它就展现什么 所以人真正会起心动念的 不是你的大脑 是你的心 叫心念 心在什么 心 普通人就是肉团心 这个肉团心 它有个什么毛病 在解剖学上 我们的肉团心是偏左的 所以我们在修炼界 大家要知道 你要用肉团心修炼 你就会修一个偏心眼 什么叫偏 不正的 这是正中线 它偏的 这叫偏心眼 为什么我们到哪都要在地理脉线上修 这叫正心眼 你那个叫偏心眼 斜了 歪了 斜了 不正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 你要正心成意的功夫要下足 就是我不能够用自己的肉团心理的 第六意识 第七意识 第八意识去修 我要用正心去修 正心是止于一的心 正中文字是止 上面加个一 叫止于一 止于一 这个一是什么 一是阴阳合在一块 没有阴阳 大明 大明中始六腰皆阳 体内的大明 把它凝聚成的宝月轮 这叫做止于一 所以我们先期要把宝月轮放在俄前去凝聚 后面要把它放在胸腔正中央开莲花 这就是正心的功夫 你就不使用了自己的第八识的里面的东西 前八识的东西 在正心的这个基础上 我在用正心的力量 五方佛的光 透到自己的心脏里面 使自己的心脏 左心房 右心房 左心石 右心石 里面七个窍 窍窍窍 接光明 然后达到里面 没有染污 没有善恶 然后这个时候 转了自己的前八识 产生的大圆镜之 妙观察之 这个平等性之 成所作之 转八识成四识了 只有在正心的基础上 你才能转八识成四识 使用正心之后凝聚的光 去照见五蕴皆空 你才能转八识成四识 没有这个功夫 有些人转八识成四识 不要用这个八识 实际上他在说这个的时候 已经在用八识了 他没有正心的功夫 怎么去转 转不了 他没有真心 怎么去转 所以在密法里面 为什么把第九识识的 阿摩罗史 跟前八识分开了 在显宗里都叫第八 如来藏 就是这个阿赖耶识里面 有净分和染分 他们这么区分 但是在这个密宗里 把净分读出来讲 叫第九识识 叫阿摩罗 独立于这个阿赖耶识去讲 好 这是为大家认识什么是真心 用真心 用真意 大家记住 种种子 找到佛种了 菩提心月轮济世 记住这个话 这是龙树菩萨 告诉我们 不是我告诉你们的 离开这个月轮 你就没有菩提心 你就没有佛种 你就没有菩提为因的 因果的种子 你不可能成佛的 所以这次我们的 宁保尔之旅 我们的书圣在哪里 那么书圣就是大家 一直看到的这个大白塔 从这个加特曼都的大白塔 到这个我们在这个文书庙 文书庙我们考察了一下历史 大概距今有两千年的历史 两千年的历史 释迦姆尼在这个地方 曾经收了一千五百个弟子 他在世的时候 在尼泊尔传道 在这个地方 这个你们叫猴庙 这个地方 这个我们在释迦姆尼的庙里 也看到猴子了 在四个家 宿了四个猴子 这个为什么叫猴庙 就是你们整天像猴子一样的 瞎胡闹 上蹿下跳 心圆一马 这就叫猴庙 所以能不能把猴庙变一下 这个要锁心圆 拴一马 把这个心给正了 正到中央的这个心上去 再用这个照住自己去成意 把它真心放到位里面去 叫真心到位 也就相当为这个地方 是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地方 是你的心地的地 土地的地 心地法门的地在哪 就是黄庭一窍 这是自古以来不传的秘密 所以我们把真心 这个放到自己的位里面 这个真心是什么 真心我之前讲过了 方寸 方寸这个方是什么 方是立方体 为什么是寸 它这个大概它小 我们的古寸就是 你的中指取出来就这么大 所以你的心有多大 心不大 就是这么大 一个立方体 这个叫方寸心 我们经常说 哎呀 我最近方寸大乱 不知道怎么做事情了 这个古人是文雅的说 实际上这个文雅 它是指的自己的正心乱聊 我们现在人连正心都不知道是什么 所以你凿乱的乱七八糟了 因为人家还知道有个方寸 是心 你们都是肉团心是心 偏心眼是心 我想的都是我的孩子 我的家庭 我的父母 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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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是我的 因为你在偏心眼上 偏着自己自私自利的 所以正心就是不能有我 叫人无我 这个水平 人空 法空 这个水平 所以 那么你不能为我 只要以念头里面 一直发现这个我 你就是凡夫 什么时间你做任何事情 都不站在自己的利益 不是为了自利 不是为了自私自利而做 你就真正的正心了 你放在一个天地公道正义正道 这个水平上去处理事情 是我的孩子跟别的孩子打架 那么平平里是你的孩子对 还是别的孩子对 如果是人家的孩子对 我让我的孩子登门给人家道歉 这就正心了 不能说两个孩子打架 这是我的孩子 那是人家的孩子 我管他我的孩子对不对 都是你的孩子不对 这就偏心眼了 你失去了一个正子 失去了一个正义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们做事情 为什么离佛那么远 因为你总是喜欢 在入团心中转转 然后没有下足正心的功夫 正心之一 没有我 没有他的分别 没有二的对待 不是我他的对待 是事实真相的一个平定 这就是天地正气 人间正道 所以我们很多人这一辈子 被亲情所左右了 我为了照顾我老婆的感情 我不修道了 我为了照顾朋友 我是跟朋友一起 很友好的朋友 我朋友不修道了 我也不修道了 你这都是私心 就偏心眼儿 纯情既度 你一定会在六道中 再生死轮回的 我不管我的老婆 愿不愿意 我不管我的父母 说的对不对 我不管我的朋友 说的对 我放在一个天地正义 正道 正气 这个方面 我去平定 这就对了 所以你们要下足 正心诚意的功夫 所以修身 自天子一智一书人 一是以修身为本 何谓修身 那么修身在正心 在诚意 诚意方吟 不诚无物 你世间事情 你不真诚真义的下足功夫 你也难以成就 何况出世间的 成佛的功夫 这个诚意 是言诚 一个语言的言 一个成功的诚 这是中文字 言诚 言诚就是真言宗 我说诚了 它就诚了 这叫言诚 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 我是在内在 形语外的 就是我里面 有这个力量 我有正心的力量 我使用正心的心力 它是可以支配物质的 可以产生波的 所以它里面 是有职能的 就是职是物质 能是能量的 说我要么不说 我说它就变 我说它就变 这叫言诚 我只要说了 它就成了 这为什么我们修炼 一生成佛的法门 它叫真言宗 真言宗 为什么从你嘴里 永远要凸象牙 不要做狗嘴 狗嘴里 它凸不出象牙 乱说话 所以修行的师父 它为什么不能够骂人 不能够诅咒人 不能够说人的坏话 因为严惩 很厉害 他只要一说 这个事情就成真的 所以这个是什么 诚意 是真心要放在哪里 才能诚意呢 真心到位 也就是你把这个原光 五脏挤去的原光 心肝脾肾肺 画出来的原光 要放到自己的胸格膜 下面的降宫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下面是什么地方呢 下面就是什么 下面就是 这个真土 就是你的黄庭 黄庭是个庭院 庭院里的宫殿叫降宫 在我们密法里面 叫月亮宫 什么叫月亮 月是超月的意思 量是数量的意思 那么超越数量 数量不可计 那就叫无量宫殿 无量宫殿到底有多大 大 近虚空变法 小 拿入介子之中 不为小 今天科学家称之为一个光子 一个量子 量子 大概是我们的介子的百万分之一 那么小 就是这么小 早在佛陀说 介子是我们人类知道的古物里面最小的 因为当时的印度是农业社会 所以他用介子来形容 这个光可以压缩到介子里面 但是介子还太大了 但今天有数字的 是百万分之一的 那么小 你想象不出来 我们细胞已经很小了 要用这个电子显微镜去看 细胞里面 又有这个什么 又有这个染色体 染色体里面又有DNA DNA里面又有碱基配对 碱基配对里面才是光子 你想他有多小 大家知道 我们的圣贤 是科学家 我一直强调 科学修炼 科学修炼 是科学家 所以你一定要用自己的眼睛耳朵的力量 叫观听之力 然后把自己的这一团明光 送到穷隆阁门下面的将功 安置在黄庭上面 这个黄庭才是真土 它是一个方形的地基 这是尼泊尔之旅 你们去看到了 我特意在那个卢比尼 那个藏传佛教的那个 殿的那个院子里面 让你们看到那个黄金地基 黄金地基 在那个基础上 在练自己的 建自己的什么 月亮宫 月亮宫 所以大家自己 要自问自己的心地法门如何了 挣了心了没 你为自己修炼 为自己家人修炼 为自己的父母能够生极乐世界修炼 为自己的九族修炼 都不对 这些虚空变发界的所有众生 都是我们的如母众生 连蚂蚁 连蝴蝶 连蚊虫 你们痛恨的蚊虫 都是你们的父母 都要去读 这次我在这个卢比尼 做了一点小试验 你们第二个组 没捞得着这个试验 因为你们带了防蚊药了 把那些众生都赶跑了 第一组的人比较惨 到了那里 我说 OK 现在开始打坐 谁也不允许动 蚊子咬就给他咬 有真听话的 真听话的身上全部中招 密密麻麻 几百个包 蓝皮尼的蚊子有个特点 它咬了你 只要你心不动 你是空性的 你是明性 你是觉性的 它不起包 只有小红点 证明它吃了你的血了 你要起了心 动了链了 烦了 它就起个大疙瘩 所以你们起没起疙瘩 就剪去 马上就看出来了 那就是你连蚊虫还不想度啊 释迦牟尼为了度众生 他看到老虎 母虎要饿死了 有四只小老虎 母虎一饿死了 四只小老虎就一定会饿死的 舍身喂虎 这个也在尼泊尔 因为那个路实在我们去不了 它那个要用吉普车 我们五十个人 差不多要十四五辆吉普车 找不到那么多 它那个路都是这样 你们这次去已经尝试了路不平 是什么感觉 但是到那儿都是这样的 基本上要翻过去了 那个创古仁波切在那建了个道场 咱们要好好挣钱 真有真挣到钱了 把那个路给修平了 你们就可以去到 这个释迦牟尼以身四虎的 不是释迦牟尼成佛的那一世 是他前面的吉士 也是在尼泊尔修炼 用自己的肉身喂了老虎了 为了老虎了 真喂了 不是想象着喂了 你们做一个什么古萨利法 是想象着把自己剁了剁了 喂老鹰了 为什么 真喂了 真喂了 你们喂个蚊子就在那 唠唠叨叨的 埋怨白天 让你们喂老虎呢 不把老师先吃了 所以你们是真修是假修 在这就检验出来了 能不能知道蚊子在咬自己不动啊 你修了空性的 修了明性 修了觉性 知道蚊子在咬不动啊 众生啊 不识啊 这是我的母亲啊 我还她的血啊 抱怨 你老师真是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 你的心啊 不纯着 新地方没有修好 新地方没有修好 给你个高楼大厦 就闹地震了 为什么秘法一致是 强调前面的前行 加行 这个升起次第的本尊法 到圆满次第的气脉明点 最后才大圆满 才帮你练自信佛 是自己成佛的 不是靠本尊力成佛的 是因为在前面 都在不停地修你的心地 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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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地不是善良 心地是坚固 是金刚地基 金刚坛成 坚固在什么程度 坚固我既是佛 未度如母众生 我这一世愿成佛 这是密教最根本的殊胜之处 密教不是讲究三世 五世七世成佛的 那是你实验失败 没办法再重做一次 真正的目的就是金生成佛 没有第二世 这就是他的殊胜 所以在大圆满次第中 就是传 用法身母来生你自己的北鼻 法身尽虚空变法界 不生不灭 不够不尽 不够不尽 所以他有多大 尽虚空变法界 在佛法中有个母子光明慧 谁是子 你是子 你的入身是法界母 这个法身如来 借你的父母 借母亲的子宫 生出你的身体 你是天地子 你是佛子 上帝也是这样造人的 佛陀 我们的佛法 也是这样造人的 万物都是这样生的 天为父 地为母 天地光 进入众生的生命体中 众生有了命 有了灵光 有了生命体 有了这个生命体里面 都有法身如来 因为这个光 就是 说一个人死 他为什么可以变成一只蚂蚁 说我这么大一块了 我怎么可以变成一个蚂蚁 你死的时候 你的父明点和母明点 会聚在你的 黄庭里面的 那个心殿里面的 不动明点 三个明点 和 你就是一个光点 是戒子的百万分之一 蚂蚁比戒子大 所以是蚂蚁的灵 也是佛性 也是法身如来 不单蚂蚁 它这个百万分之一 细菌 的命 也是这个如来 也是法身如来 母亲生孩子 不管孩子是什么 样子 他都爱 所以是我们的 近虚空变法界的母体 大家有认知 所有的众生 有了形体之后 都叫子体 我们为什么让大家 去练近虚空变法界 练空性 你要在最后的 那一个一点 颜面的时候 跟整个虚空合体 这个在老子 有一句特殊的话 叫什么 以知其子 覆守其母 为什么 子太小了 你再大的一个人 你都是很小的 但是母体大 当你守母体的时候 你的毛孔都炸开 穴道都炸开 这个时候 你的每一个窍 和母亲 抱着你的身外的 这个母体 就 翘对翘 嘴对嘴了 这就是翘绝部的腰绝 这个时候 你体内的 七万两千条脉 都变成了 母体向内 传输能量的通道 你只要炼成空性光明 你只要炼成空性光明了 这就母子光明会了 母子光明会 母 生着你的肉身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 五蕴结成的五灼之身 母亲 母亲为什么大爱通过 翘对翘 嘴对嘴的连接 要把光 再传输到你的肉身中呢 它乃是让你变成 金刚不坏之身 这就是抱身的成就 让你的肉身 和母体一样的 圆满寂灭 涅槃不朽 获得永生 那么这个时候 它怎么才能做到 使你的肉身 真正变成金刚身呢 它要进去 这种光 要进去你的 不死明点的 那个铁莲花中间 在这个铁莲花里面 有一个 发生如来的种子 就是你那个不死的 不死的它就是金刚 它就是永生 不死的明点 它要让这个 不死的明点 开花结果 那是种子 开什么花 结什么果 为什么释迦牟尼 一再强调 狭满的人生 这么难得 所以是既然 那是你的不死明点 可以融入你今生 父母的信息 它是用你肉身里的 全息的结构 浓锁 压锁到 这个明点里面 使这里种子 结果的时候 长得跟你现在 一模一样 这就是我们这次 在尼泊尔看到的 佛母 手中抱着 佛子 这样珍贵的叫法 并且这一幕 是在这个塔的 正中央 是真正的 佛母 诞生佛子的 技术方法 所以这来自什么 最近我们一直在推 金刚处 是九天九地 的能量的玄 我们体内的 那个不死明点 外面包着九重铁帘 它是金刚的 它怕被你的 这一生的 贪神痴疑慢 染污 所以它为了 使它不染污 外面包了 咔咔咔咔 九重铁帘 要想打开 这九重铁帘花 非得要用 九天的能量 和九地的能量 九天和九地 要螺旋着 交光 用这个光 才能打开 一重帘花 非得要九道光 来开这九重铁帘 你的不死的明点 才能出来 才能使它做种 然后使你今生 肉体的全息信息 在这个种中 化显 光中化佛 无数亿 化出的佛 这个时候才长得像你 才叫你的自行佛 发身是我们的母体 报身佛 这个子体 这个子 在体内慢慢长大以后 和你的肉体 圆融结合 这个时候 你的肉身 就变成了 报身佛的殿堂 这个时候 你的身口意 自动地 转成了 佛菩萨的身口意 因为你的 肉身 里面的那个子 它已经跟你的 整个肉身 眼耳鼻石身 完全长成一样了 融合成一体了 这个时候才是报身 这个时候 有了报身以后 不停地修炼 有了报身 有了发身 光中化佛 无数亿化出 无量的个你 到法界中 修 无量的姻缘 还掉无量 无时节的 欠下的业债 收拾灵光圆满 当 化身 发身 报身 收拾灵光圆满以后 你才肉身的报身 成就了 圆满 报身佛 还没有称 圆满 报身佛之前 你如果 修成了自己的自信佛 你可以成就菩萨身 成就法王身 菩萨是 还没有圆满的佛 所以大家知道 什么是活菩萨 什么是真正的金刚上师 真正的活菩萨 真正的金刚上师 是他有报身 出来了 报身还没有圆满 他已经完成了 以自己的母 培养了自己的子 子长大了和肉身合体的 这样才叫金刚 上师 他已经身口意 如如不动 虽然视线的 凡夫相 还有肉身在 但是 他的身口意 已经是金刚 报身的身口意 这个时候没有圆满 所以他要靠自己的光 来化佛 无数意 化菩萨重 意无边 然后到无量的法界 普度众生 皆度有缘 等他的功德圆满以后 他的报身 才叫圆满报身佛 圆满报身佛 称之为卢舍纳佛 我们的法身叫毕鲁哲纳佛 我们的化身 都叫释迦牟尼佛 千百亿化身 释迦牟尼佛 将来你修到了 自己的金刚报身 还没有圆满的时候 外面化出的 无量小佛 跟你长得一模一样 诸佛菩萨 以什么身度众生 以化身度众生 化身入你的梦中视线 化身 无处不在 你在任何一个地方 你恭敬的这个金刚上师 他的化身 都在你的身周围护持着你 这在佛法界 宗教千江游水 千江月 你那么只需要自尽其义 只需要把自己化成一团清水 上师就在你的心中 你要空 你要明 你要觉 上师和你同在 所以说是没有金刚 报身的上师 不称之为金刚上师 不是说我们金刚圣的上师 都是金刚上师 大家要在这个地方认知 因为他金刚是不坏 金刚是不朽 金刚是永恒 所以是只有自己 激活了自己的 九重铁帘中的 那个不死明点 以他做种子 以你的肉身为模型 才能练出体内的金刚身 才能练成 不太圆满的金刚爆水 有了这个 才去圆满它 度尽你应度之众生 缘分尽了 都了了 你就圆满报身佛成就了 不圆满的金刚上师的报身 在人间可以见到 当上师圆满了 他的金刚报身的时候 他已经不在人间了 他在色究竟天上面 只有你登地以上的菩萨 才能到到色究竟天 也就是色界十八重天的 最顶的那个空间 它叫十报庄严土 我们发身在长济光土 我们的报身在十报庄严土 圆满报身的师父 他就有发 报 画 铜体 都在十报庄严土 然后以化身 在化现成种种身 入你的梦境 入你的定境 你自尽其异的时候 齐请上师的时候 他和你同体修着 所以是大家对整个修炼 要有一个深刻的认知 不是你正了空性 正了明 正了觉 就完事了 这是明心的次第 见性的次第 一定要使自己的性体坚固 性体 金刚 使自己的不动明点 里面的种子 以你的肉身化现 成金刚 神 成报神 这就是自信佛 修炼的秘密 这就是释迦牟尼 在尼泊尔 给我们留下的重要的发觉 这个发觉 今天在人间 我没听说过 老师今天给你讲的 头头是道 我是之前没有听说过的 这是在 释迦牟尼的这个出生地 他的传法地的尼泊尔 他老人家亲传的 以前我知道要练报神 到底怎么练 我知道技术方法 理论不完善 这次我们通过 石西哈姆尼留在 南匹尼的秘密 留在这个 这个 尼泊尔的秘密 我们可以把理论和法 理发 援用了 很多法 我的上师 熊春景教授 传过我 但是理 在佛法上怎么讲 这个理 这是 释迦牟尼亲传的 他让我看 他留下的东西 讲解 他的秘密 这种叫镜像传法 就是师父们 以他的不朽的金刚身 化线 成这些气 化线成这些浮雕 或者里面的坐像 展现出来 这些完整的教法 为了大家 这个快速的承导 所以说我们今天 特别的留一点时间 下午的时间段 把这个 自信佛 修炼法的这个信息 种到你们的心间 种到你们的心间 那么希望 当然这只是信息的播种 那么你什么时间 能够真正的把自己的 抱身 因为他在九重铁链中 你什么时间 把他能够真正的 开启 把他练成 和你的肉身同体 我相信是因人而异的 什么人可以快速的 和他这个法相应的 老师前面强调了 三个心 出离心要赶紧的生起来 真的 死亡就在你们身边 我们不能保证 我们能活到多大年龄 活到什么时间 这个出离心 现在就要生 不是说等我 孩子长大 等我赚到几百万 赚到几千万 等我成就了 我退休了 有些人等我退休了 就来修 结果空难死了 你没退休 你就死了 你这一世还有机会修吗 有的人说 老师等我死了 我再来修 等你死了 你更没办法修了 活着你能自己 做自己的主人 死了 你做不了自己的主 所以这个是出离心 大家要重视 菩提心 众生都是母 当你在那个状态下 近虚空变法界的 所有的众生 都化成光点 向你的体内 融入的时候 你就会真的体验到 原来一棵小草 他也是佛 他为了你成就 他舍掉他的光 融入到你的身体里面 所以大家要知道 到那个时候 你才会真的 心里在流眼泪 原来这些如母众生 他真的在帮你 蚊子叮了你 你看到的只是一个包 他为什么要吃你的血 因为他要去生baby 生完baby的蚊子 都会死 他活不过的 只要他把baby生了 他就死亡了 他因为你是个修道者 他吸了你的血 他死的时候 他那个灵光 宁愿进去你的身体里面 还你那一点债 众生都是我们的母亲 所以从这个上面 你的大悲心要生起 你的菩提心生起 没有对错 有的人说 哎呀我回来拉肚子 这个尼泊尔 这个细菌 真是 哎呀哎呀妈呀 细菌也是众生 所以拉肚子 只是拉了个肚子 你怎么不想想 我们这个要想 长生不死 这个要长中无始 就是你肚子里的 这个肠子里面 要没有始 你怎么不感谢 感谢这些细菌 把你这么多年的 那些污浊的垃圾 给清出去了 没有这几天 那拉肚子 你会脸变白吗 没这几天 拉肚子 你会身体变得光了吗 所以我们总是埋怨 抱怨 你没有想到 众生所有的目的 都在帮你成佛 没有对错 没有染尽 新加坡干净 这个宁包尔污浊 那是你的分别性 你看看宁包尔那些人的心地 那么纯善 那么知足常乐 你不觉得惭愧吗 你们拥有了这么多 还觉得不够 还想再拥有 他们拥有的那么少 知足常乐 还在乐于助人 你不觉得惭愧吗 背着你们上山 我问了一下 大概是 不到一百块新币 从卢卡拉机场 背着你到黄庭 一个上一个下 你干吗 给你一千块 你干吗 所以是人的贪婪 我们要精心 这个人心不足 蛇吞象 你是一个蛇 你还想把大象给吞了 这就是我们反复 修道人 知足常乐 我有吃 有喝 有助 活在这样一个 干干净净的国家 活在这样一个 安安全全的世界 我只有 报国恩 报国家领导人的恩 报这个国民的恩 报这个建国一代 建国二代的恩 我没有抱怨 这就是我们修道人 要调的心态 看世界一切都是净土 看一切都是极乐 而不是见到染和静 有分别 没有 所以是这个调心 正心成意 调调自己的那个错误的心念 错误的心念 然后呢 菩提心要生起 度如母众生 蚂蚁蚊子 细菌 都是如母众生 都应当 借我体成佛 我成佛的时候 把我一切 有缘的细菌 有缘的蚊虫 有缘的青草 鲜花 都度成佛 众生皆有佛性 是从这个高度上去认识的 如母众生 是从这个高度上 重视的 不是只度 哎呀 上一辈子谁生了我呀 那就是我的如母众生 不是这个 近虚空变法界的 一切众生 都是母 他们的本体都是母体 都是静明的 都从来不生不灭 不够不静 要从这个地方 见他的静体 见他的明体 不见他的 有形 因缘所生的肉体 这是关键的 这是关键 所以呢 这个 尼泊尔的分享之旅 我们相关的都录了相了 这个回头呢 让工作人员会分成片段 上载上网 大家都去听听 都去听听 这些是提到于身 提到于心的 发自自己内附 没有导演 没有编排的东西 你们中间很多人 因为这个 后天的 智识的障碍 上了台 都讲不出来 自己的精彩的分享 我希望你们录音 回去自己放松了 录成这个录音片的 在上载上网 放松 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你敢讲 录成音 然后呢 上载到我们将来 有一个 分享的一个点 你们可以跟工作人员联系 把自己的这个感受 说出来 说出来就在利益大众 和你某一个 时代有缘的一个众生 突然听你这一段分享 和你有缘 他就被打动了 他就开始觉醒修炼了 这就是讲经说法 这就是用自己亲身的经历 在讲经说法 在度众生啊 所以不要不敢说 不要不好意思说 你的体验 没对没错 都是可以利益大众的 不要说我这样讲 是不是对啊 我这是不是胡思乱想啊 你想不出来的 你没有那么多的知识 那就是境界 那是当时的这个境界 所以大家要继续分享 继续分享 那尤其我们将来 这个在拍这个 释迦牟尼有话要说的 这个纪录片 我们会分五大主题拍 第一个主题就是 释迦牟尼 他说要让大家知道 我这个活着的时候 学了什么 很多人看释迦牟尼成佛 太容易了 No 他虽然是一生补助佛 上一世就成了 什么叫一生补助佛 他在来的时候 他就是金刚身的 一生补助佛是 证到了十地 法云地之上的 妙学等觉啊 他就来了 就要成佛了 所以说他是金刚身 他跟我们是 父母的因缘 所化身不同的 所以他为什么落地 他可以走七步 很多人说这是神话 No 他是金刚身 他不是我们普通的 宝宝的 孕缘神 三魂七魄 投胎神 不是 他已经默然无魂了 庄子说默然无魂 他没有魂魄了 为什么没有魂魄 他体内都是光了 因为他的种子就是 那个一生不祝福 所以他才可以 下来走七步 不是你们想的那么容易啊 你们的宝宝是不能走七步的 除非有个一生补助佛 再来投胎 没听说 那等着弥勒菩萨可能来了 他会走几步 我不知道经常还没说 大家不要用人心去听这些神话故事 不是神话 真实的 至于说看到多少龙 给释迦牟尼洗澡 这个将来片子里 我们都会讲 但是他终然是这个样子 他来到人世间 他是不是一下子就 被大家当成法王 膜拜 几岁就开始膜拜 去顶礼 去供养 去什么 没有 他29岁才出家 29岁出家之前 你们都从29岁过来的 你们的孩子都在29岁过来的 那么你们的孩子29岁会学什么 没有什么都没学啊 整天的做王子在那玩乐 火刷八道什么 他的父王为了培养一个明君 所以是他在29岁之前 英明学 逻辑学 这些一方明 这些五明 他都学了 怎么打坐 怎么修炼 他都学了 所以是这个 释迦牟尼要大家知道 你要老老实实的 学东西 释迦牟尼活着 学了什么 这个很重要 他29岁出家 他跟外道六师学了什么 很重要 正因为学了这些东西 所以他可以在山中坐六年不起定 每天吃一粒燕麦 叫壁谷树啊 你们刚才有人分享壁谷吗 你不懂得壁谷 你一天吃一粒燕麦 你可以活命啊 早都饿死了 那这正啥佛啊 所以这些 释迦牟尼不希望我们 佛教徒有大我慢 我们佛教是最殊胜的 印度教不究竟 诗婆教 修读教不究竟 什么叫不究竟 只有我们佛教究竟 只有我们佛教 释迦牟尼是要打到你们的我慢 你佛教徒了不得啊 佛教徒里面很多魔鬼 不是我说经常说 某子某孙穿佛袈裟 受佛弟子的供养啊 那很多魔鬼啊 化陷在人间 化陷在佛教里 你了不起啊 释迦牟尼不让人家 有这个大我慢 不要以佛教徒而自居 没用 你是佛教徒 你也有六道生死轮回 你只有学释迦牟尼 一生成佛 所以要学东西 怎么学 法门无量 谁要学 不单是初世间法要学 世间 你要做会计 你要做最优秀的会计 做律师 做最优秀的律师 你做医生 做最优秀的医生 法门无量誓言学 服务大众 利益大众 解除大众的身心灵的病苦 怎么能不学东西 懒塌塌的整天 就是玩手机 就是传瞎话 在手机上浪费一天又一天 耽误自己的生命 释迦牟尼说 第二个说 要告诉大众 我悟到了什么 我普通树下悟到 我悟到了什么 他悟到只有一个 众生都是佛啊 就这一句话 他说 为什么你们都是佛 不是佛呢 哎呀 妄想执着 就像他以前妄想当国王 后来他觉醒了 不当国王了 因为妄想 你这一生有个理想 你要实现你的理想 你不停地去执着 追求这个理想 所以你是众生 迷了 众生 绝 我绝了 这些追求是没有用的 我要追求 我就要追求 今生成佛 度如母众生 并且你要从什么地方开始 你就是当下 你就必须是佛开始 因为你必须是佛 你就能使自己的身口 一转了 那你今天所做的 你现在是佛 你用佛的身 用佛的口 用佛的意 你就在做功德了 不要我是凡夫啊 是佛度众生 是你的事 跟我没关系 No 你现在就是佛 你要这样认知 你没有一个时间 不是佛的 你本体是佛 你只不过是迷了而已 你妄想着 执着了而已 你把妄想和执着打掉 你转过来 你不就是佛了吗 是释迦牟尼告诉我 要让大家知道 我悟到了什么呀 不是这个千经万经 大藏经 不是的 是就这一句话 就是你们原本是佛 为什么我下这么大的苦力 来栽培你们 就是因为你们是佛 你们就是佛的种子 你们就应该开花结果 你们就应该这一辈子成佛 不要到下一辈子 就这么简单 就因为你们是佛 你们有这个成佛的资格 这就是释迦牟尼误导了什么 释迦牟尼说 还要让大众知道啊 我说了什么 释迦牟尼一辈子说了三藏十二部 经理论 所以是通过化身说 通过一些正德的师父们说 都是千百亿化身 释迦牟尼说 说三藏十二部都是佛经 都是佛说 所以大家要一了一经 不要以这个不了一经 不了一经 整个屋子装不下来 这个屋子都装不下来 了一经只有一个 你是佛 你应该成佛 就这一句话 抓住这一句话学 抓住这一句话去修 去练 去改 改掉自己不是佛的习惯 改掉自己不是佛的念头 改变自己不是佛的说法 你就可以成佛 就这么不停地修改修改修改 释迦牟尼说 还要让大家知道 我教了什么 成佛 有technology 一个人的觉悟 从谜到觉 不是你们认为的 我明白了就可以做到 明白和做到 差距太大了 有一个方法可以赚五百万 你也明白 人家也明白 人家真赚到五百万在手了 你说有什么了不起 那个方法我也知道 结果到死你也没赚到五百万 你知道赚五百万的方法 你就拥有五百万了 你不是照样没赚到那五百万 为什么 为什么人家赚到了 为什么你没有赚到 你没有去用技术方法 你没有用这个方法 你没有实践 你没有亲证 就是你永远只是一个空中楼阁 想成佛的 或者有成佛的方法的人 你不是佛 所以释迦牟尼告诉大众 要告诉大众 我教了什么 所以是他教的东西 没有丢失 在古庙中 这个我们要通过影片 通过摄影机 通过照相机 然后展示给大家 我们这一次的 宁保尔修炼之旅的总结 没有办法 每一个片子给你讲 我们会拍出来 给二十亿佛教徒看 给七十二亿的人类看 这么伟大的东西 这么殊胜的东西没有失传 他教的东西 用黄金 用黄铜 用这个古庙 保存着 那么最后他说 要告诉大众 我做了什么 释迦牟尼做了什么 他是皇帝的料 他是皇帝的命 他都不要了 所以他的名才被传了 两千五百年 你们现在还在做着皇帝梦 我要有多少地产 我要有多少 这个多大的宫殿 我要有多少黄金 我要库里有多少金银财宝 你们这样可以成佛 舍得舍得 他正因为在世的时候 有那么大的富贵 做皇帝的命 舍了 说今天全天下的佛教徒 他的弟子修道的时候 不会缺道资 有的人说 老师不对啊 我是佛教徒 我就缺钱啊 对不起 我告诉你 你不是佛教徒 你是真的 佛的徒弟的话 不是那个信教的 不是那个迷信的 不是做奴隶的佛教徒 你是佛的徒弟 佛教出来的徒弟的话 你永远不会缺道资 你缺道资到OUSS来 我给你 你如果真是那个徒弟 真肯要成佛这一辈子 把身口意都交出来了 你不要为自己的时候 你绝对不会缺道资 是假的佛教徒 又想成佛 又想赚钱的人 才会缺钱 我警告你 你不要再来装佛教徒 你不想做 什么叫徒弟 徒弟就是师父会的 你都要会 什么叫教 师父教的 教你会炒菜 师父会炒菜 教你会 你必须会炒菜 这叫真的佛教徒 你只是是不是会偶尔的上上香 拜一拜 这个不是佛教徒 这叫什么 这叫 迷信 你相信佛能让你中彩票而已 你相信佛能给你开门而已 有的人我就是按神座 非得要让观音对着大门 我说为什么呀 师父我经常出差不在家 让观音给我开门 哎呀我的妈呀 这是佛教徒 请个观音当保镖 看着那个贼不进门 这就是佛教徒 胆子大得很 你请这个李显龙当你家保镖 然后不去做总理 去干国家的大事 跑到你家当保镖 你请得起吗 诸佛菩萨是来度众生的 他是给你看着你那个贪的钱 不被人家丢吗 你不是真正的佛教徒 别冒名顶替了 所以释迦牟尼正因为 把他的钱都捐了 把皇帝味捐了 所以今天的佛教徒 真的佛门弟子 佛门徒弟 释迦牟尼的徒弟 皆富贵 不会却盗子 因为你修道的时候 龙天忽悠 很多祖师在修道的时候 没东西吃 山中的老虎 去给他雕东西吃 你没听说过 天人去供养他的饭 以前一个师父修道 然后每到吃饭的时候 就有人送饭 然后结果是这个 后来他一个朋友 来这个 来这个洞里 住了一天 结果那天没人吃 没人来送饭 他想在朋友面前显示一下 你看一到中午 然后就有人送饭来吃 天人 感动天人 来送饭 结果那个朋友 走了下山了以后 他就是 天人又来送饭了 他说 昨天你们怎么不来送饭 把我饿了一天 他说 哎哟啊 昨天不得了 我们来了以后进不来 那个一重重的护卫 然后你这 昨天有什么大人物在这 他说没有啊 那个家伙一不修炼 睡觉还打呼了 然后我在打坐 他还在不打坐 他这个打呼了 吸了呼了弄得 我都不睡 睡不着 他说不是 那个是真佛菩萨 哎呀 龙天护佑 几重侍卫 然后根本我们这些天人 靠不进 进不来 他这才知道 那个人家是成道的人 这个故事说明两次 一个就是 你真修道的人 绝对不会缺道资的 第二个就是 这些东西也是假的 也是换的 你追求它干什么 能够护住自己的命 哪怕每天只有一粒燕麦吃 我想你们没有燕麦 一粒红枣 应该比燕麦还好吃一点 对吧 一粒大红枣放在那 360颗过一年 这个总会有吧 你有没有那个精神去成道 所以大家就是在那 哎呀 我非得要有什么钱 我非得要有什么 我才能够成道 你骗谁啊 所以他说 我做了什么 要让大家知道 那么我们有没有做 释迦牟尼 成佛了 成佛了一看 没人请他讲经说法 他要走了 他直接要去这个 色究景天了 结果天人着急了 下来请法 劝他 化现成他的弟子 最后他这个 好了 有这个缘就开始讲 再给吴比丘讲 这一讲 讲了四十九天 老人家吃着脚 走遍了尼泊尔 走遍了古印度 吃着脚 不坐马车 不被人背 不要台服 八十多岁 也还是吃着脚 自己一个人走 金刚经上 为我们演绎 他老人家吃饭的时候 是拖着脖 自己去要饭的 没有徒弟要了饭 回来供养他的 今天可好 这一个大活佛 真了不得 走哪里 山庸海湖的 这是佛吗 佛是这个样子吗 所以大家要知道 你们真遇到一个佛 他是平常的 比你还平常的人 他没什么了不起 他就是一个 有正量 有功果 有成就的一个人 他以人的形态 平易近平地 接近你 帮助你 关怀你 不是穿着一个什么衣服 然后一走哪一群 山湖海啸的 不是这个样子的 释迦牟尼说 你看我怎么做的 你看你们现在怎么做的 这了不得了 谁的名气一大 都跑过去了 释迦牟尼刚开始 只有五个徒弟啊 只有五个徒弟 名气大吗 知名度高吗 要先传吗 很多人说师父 你这个先传力度不够 你这个法宝这么多 你这个法这么多 你这个这么殊胜 我说佛门广大 不度无缘 是有缘的 终究回来 我相信你们都是有缘人 咱们就好好地一起 做个普通人去成佛 好 我们这一段就讲到这 然后待会我们传法 好吗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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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